气象局持续针对了桃园、南投跟花东地区 发布了高温黄灯警示 带您来听听气象局的最新说明 图上比较晴朗无云的这片位置 就是太平洋高压所在的范围 预计从今天礼拜一一直到礼拜四 台湾大致上都还是受到高压的影响 因此在白天尤其中午前后这段时间 因为比较晴朗温度也比较高 我们预期各地的高温大多可以来到32到34度 而其中有些地方温度会再高一些些 包括桃园以北地区以及花东地区 可能局部会有小范围35、36度以上的高温出现 那同时也因为天气晴朗紫外线也偏强 提醒大家在白天尤其中午前后外出的话 要多注意防晒并且补充水分盛防中暑 那不过到了中午之后还是要留意 会有午后雷阵雨的现象 今天比较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的区域 一部分是主要在各地的山区都要留意 午后对流的发展 那午后对流发展之后 在下午这段时间也可能会往一些 比较西半部平地的部分扩散 包括西半部比较接近山边的平地 以及大台北地区 还有南高平的平地都要留意 中午过后可能会有一些降雨出现 而另外在夜间到清晨这段时间 在西半部的沿海也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雨 所以提醒西半部的朋友 在晚间之后出门 那尤其是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之前 外出的话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 可能可以攜带雨具备用 那除了高压的影响之外 其实大家现在也很关心 我们从天气图上来看到 高压的南方是属于一个低压区 而目前在这个低压区里 热带的系统已经开始逐渐活跃了起来 那从今天的天气图上可以看到 目前在南海到菲律宾的东方海面 都有已经有一些云团在发展 而我们呢也预期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 这个云团不排除未来会逐渐增强 并且有发展为台风的可能 那在比较离我们比较远 比较靠近东方的这个热带系统 在今天的早上八点已经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 未来它可能会逐渐沿着高压的边缘 往东北方移动 那有机会在礼拜五六左右 来到比较靠近台湾附近的海面这个位置 那因为受到它的影响 所以在礼拜五六可能在宜花地区 以及北海岸的天气会比较不稳定 有一些短暂雨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热带系统离我们还相当的遥远 那接近的时间也还有好多天 所以在这之中呢 包括它强度的变化 以及它的路径 可能都还是有一些变数存在的 那这部分气象局会持续的观察 那因此它之后对我们影响的程度 也还是必须再多几天的观察期 那以上是今天关于天气的说明 好的 接下来进行媒体提问的回答 首先合并台式和静电式的提问 目前海面上有三个低压 这三个低压形成台风的可能性如何 另外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两个低压 它们是否会相互影响 好 我们目前看到 现在在台湾南方的这一个热带系统 它其实对我们的影响是比较不大的 那我们比较关注的重点是 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那现在在这边有两个 一个是比较靠近旅宋岛 这个是低压 那比较远的这个是热带性低气压 但是它们两个未来都有持续增强的空间 那在比较靠近菲律宾的这个低压 因为它已经比较接近陆地了 所以未来它发展的情况 有可能会受到陆地的影响 那靠近陆地之后 也许会有一些减弱 或者是受到陆地影响之后 后续的发展变数是比较大的 那因此这个低压 它我们都要比较 后续的变数比较大 所以我们也是持续要观察 那现在看到在海面上这个低压 它未来发展的环境条件 是相对比它还在好一点的 所以目前预期 离我们比较远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它未来逐渐往东北方移动之后 可能会来到台湾东方的海面这个位置 但是这个过程中 随着高压的强度的影响 或者是因为南边是低压区 本身也可能对导引气流有些影响 所以它在接近的过程中 这个路径也还是有比较大的变数存在 所以我们会持续的观察 那也提醒如果礼拜五六 有安排活动的朋友 也可以持续多关注 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 再来第二个问题